我是范正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有什麼重點要跟大家分享吧 第一個指數反覆震盪 接下來是要怎麼佈局呢 第二個Tesla昨天公佈財報 其實釋出了蠻多重要訊息 供應鏈我們該怎麼去做一個選擇 第三 昨天6770的利基電 黃董開示了成熟製程的最新展望 我們等一下來一起看看 黃董到底昨天說出了什麼 第四個就是台積電 今天海豚在盤後台積電法說過後 整理一些資料之後來跟大家去做個分享 只是在台積電法說過後 起指跳水的白點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觀察 好 那一樣在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讓海豚的節目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接下來就要先看一下今天指數表現了 今天指數整體出現反彈 指數收在17164 上漲是8.45點 漲幅0.28% 今天整理的上市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體來說基本上是一個量縮的格局 因為雖然說下盤後跌了100點 116點 但是我們先不要管它 我們不要看它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收盤的當下 應該要怎麼解讀 待會再來講 假設明天真的跌了百點 我們又該怎麼去做個防守 好 那因為今天呢是連續兩天出貨線 前面有說到嘛 這一天創了17401之後開高走低 爆了今年的最大量 那開高走低之後 大概是標準的出貨線 隔天呢 這個又繼續下跌 那量呢一樣大於月均量 那今天是小幅的反彈 但是量縮 這個其實代表 客觀來說 有反彈有量縮 這都代表說短線的賣壓 暫時有一部分的力道被宣洩掉了 所以短線有一個回穩的一個機會 只是大家說今天只是第一天而已 我們不管今天盤後跌白點的話 正常來說會希望它繼續在16994之上 去做橫向的震盪整理 整理而且量縮的話就代表 籌碼逐漸趨於穩定 籌碼逐漸趨於穩定 那自然就會有利呢 這個賣壓消化結束之後 重新再去做個上工 而且其實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美股雖然說最近 美股最近其實是漸上在持續的創高 儘管昨天肺半是跌了1% 但是肺半漸上也沒有說出現一個明顯的轉弱 納斯達克也是一樣持續在做個創高 那S&P500也是一樣持續在做個創高 所以在國際股市只要接下來幾天 不要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我是認為指數16994還是有機會守住的 但是如果說假設台幣又突然來了一個重扁 台幣突然來了一個重扁 或者是說國際股市突然出了什麼事情 那可能就要留意啦 可能指數又要轉弱的風險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貴買指數的部分 那貴買指數今天是表現比大盤強勁 算是連續兩天表現比大盤好 那手穩在全均線之上 那今天的量的呢 基本上是大月均量的 所以整體看起來似乎表現得還不錯 那漲加速漲停加速也比跌加速還要多 所以整體看起來就是處在一個持續橫向震盪整理 那一樣啦 不太可能貴買獨自 也不是說不可能啦 就是說貴買獨自創高 目前看起來機率不高 那主要原因還是因爲什麼 還是因爲這張圖啦 脫頭加速呢 反反覆覆 這個脫頭加速一下漲一下跌 那基本上都是位於在25-26%左右的低位階約去震盪整理 那目前還是比較期待啦 看可不可以往上翹之後呢 走出一波延續性 讓大家都有機會賺到錢 不然像這樣子甩來甩去實在是很難搞啦 很難搞 像昨天這個3289的伊特漲停嘛 今天開高走低跌停 然後海豚之前的我們的金魚 喬尾也是禮拜一漲停 那隔天開高走低也是達到跌停 這個盤真的是應該說啦 像海豚昨天講的這個盤還是可以賺錢 只是賺的會有點痛苦 賺的是會有點痛苦的 好那另外就是 長線的多樓加速呢 還是處在死亡交叉 而且是多樓加速持續的減少 空樓加速呢還在持續的攀高 基本上整理來說 還是比較不利整個類股輪動的 所以操作上只能提醒大家啦 小心一點 只是呢更關鍵的是 因為這邊還是要預防性 因為目前畢竟屬於一個 長短線都處在還是屬於一個偏空的狀態 所以假設真的16994真的不幸破的話 那後面的修正可能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可能修正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因為等於是這一波的攻擊失敗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會奉勸大家真的前瞬點 這個執行力啊 接下來可能要更為謹慎一點 真的不要怕被洗掉 海倫常常講就是 要有砍在阿呆谷的勇氣 不然就是要 你要有明天 有更低點讓你砍的先去準備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相關的紀律操作部分 我們再來回來看 今天還是有相關的強勢族群 主要是在專體相關的4953的微軟 還有6811的紅機資訊 那通波機板的部分也是AI啦 就是6274的台藥 為盤中劇烈震盪 最後收漲停 我們可以看一下 盤中一度打開之後重摔 想說是不是要GG了 最後又回到漲停板的位置 另外就是2383的台光電 最近其實算是 應該說是 不能說台藥補漲 而是說強勢股應該是台光電 台藥算是跟進 所以最近走勢是比較強勢 但是不要忘了指標股應該也是台光電 再來就是散熱模組的見準跟太塑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新聞的部分 先看Tesla台積電 我們放在第三個講 Tesla昨天公佈財報 供應鏈的部分要怎麼去做觀察 再來先看財報數據的部分 營收YY47%比預估的還要高 EPS也高於預期的82美分 毛利率 YY是減了27.2% 營業率也減了3% 當然整體狀況看起來大家會覺得說 毛利率掉這麼多營業率也掉 這就代表說Tesla出問題了 其實未必 因為大家也知道 Tesla從今年年初開始一直處在一個降價 搶勢的一個狀態 昨天在電話會議裡面其實馬斯克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寧願犧牲電動車的利潤 也要去做為後面的自動駕駛的這個套件去做這個鋪路 因為只要Tesla賣的夠多 它套件的收入其實這樣基本上就更高嘛對不對 一套1.5萬美金吧 一套1.5萬美金 所以再加上近期 後面好像也有講到 反正近期 基本上也有其他車廠在跟Tesla在談自動駕駛套件的一個部分 所以除了Tesla自己本身的車子 其他電動車也會用到Tesla的自家套件的話 基本上這個才是未來Tesla強大的營收來源 所以目前市場基本上都還是看好 只是以Tesla來講 最近可能當然就是漲多之後的一個利多出鏡的一個可能性 當然說市場就是找各種理由讓你跌 那我們就繼續觀察下去 這邊馬斯克表示 今年交付電動車目標是180萬輛 基本上是稍微低市場預期 因為市場是預估大概是190萬輛 第三季的產量預估約略的略微的下滑 主要因為公司將暫停部分產線業務 以利大規模的工廠升級 所以它的最近一些Tesla工具列像滑幅在跌 主要其實應該是在跌這個東西 因為工廠升級 所以相關的備料需求 基本上就會降低 他們這邊接下來是提到說 Q2的毛利率之所以這麼低 除了電動車降價之外 也和電池生產 還有Cyber Truck 就是它的電動皮卡 還有其他大型的項目 其實這個大型項目就是指AI的支出 成本增加有關係 所以Tesla基本上還是長線正向看待 只是短線股價可能會有點波動 因為今天早上看的話 盤後是跌了4%左右 相關的供應鏈就是滑幅 還有最近也是跟著跌的順德 還有車燈的連加 還有限速的帽連KY 還有中探針還有字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黃董 人家常說相信黃董年底就懂 可是這次黃董沒這麼樂觀 法術會的要點 第一個是驅動IC的部分 跟CMOS的影像感測IC 需求短線浮線 感覺好像很正向 但是接下來他又提到 其實今年目前為止的訂單 並沒有出現像過去 超過一季的長單 就是說等於說目前能見度 都沒有超過一季 而且目前的訂單 大部分都是短單集單為主 所以看到最近一些 比較消費性的產業 電子產業 營收可能有跳上來 但是主要是因為營收 是來自於這些短單跟集單 那這邊也提到 整體還是持續的缺少 長期需求要轉好的訊號 所以等於說 整個消費品 是不是有比較不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復甦的狀態 其實並不如預期 那海豚之前也有提到 就像相關接下來的感恩節行情 聖誕節行情 有沒有可能會落空 導致市場出現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這當然是還沒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警惕 需要看更多的數據來佐證 那接下來就是 IDN客戶的需求 雖然持穩 但是企圖性已經緩和 也就是說 之前的集單跟短單拉貨 其實並沒有出現這些延續性 所以會用到企圖性緩和的一個狀態 如果說企圖性很強烈 就代表說 看好未來的復甦的狀況強勢 所以會讓這個拉貨的動能 有這些持續變成長單 那最後一點就是 下半人毛利率可能會稍微萎縮 另外提到也就是重點 就營運可能會出現微幅的虧損 所以今天這個利基店的開盤 基本上是先遭遇了很大的賣壓 不過很快有買盤上來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繼續觀察後續吧 那我說以技術面的觀點就是 今天低點不能再破了 否則的話等於說今天抄底想反彈的 可能就是又連環套 那當然以技術面的趨勢來講 這不用講是非常弱勢 目前連季線都沒站上 這當然也不建議大家去抄底了 好那機構看法呢 就是利基店目前面臨報價壓力 因為需求不正嘛 那報價勢必會有些壓力 那客戶單的庫存還沒有區外完成 那第三是二線代工廠下半年產能利用力持平 並沒有拉伸 那相關呢 一樣屬於相關的消費性的成熟製程 就是2303的聯電跟5347的先進 我們也來看一下最近的表現狀況吧 好 聯電最近其實表現也不好 世界先進是5347 看起來表現都不太好 那雖然說像2303 聯電之前有一波所謂的 中國不是在被禁嗎 就是說這個相關的 晶圓代工的這個設備被禁嗎 有可能部分程度製程也要轉給聯電 可是看來這一波的利多並沒有延續下去 也沒有手穩它的股價 所以整個狀況還是比較偏向負面 這就關卡下去吧 好最後最後要看台積電法說了 剛剛有提到利基店有說到說 接下來的消費品的狀況可能會付出不如預期 那其實從台積電法說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第一點 全電營收目標從YY-4-6%下修到YY-10% 那其實這一點呢 其實就已經是暗示說可能消費品相關的 這一塊的付出不如預期 那有一塊可能是因為手機的狀況真的很差 那當然說手機的部分 當然說主要看蘋果嘛 那會不會連蘋果預估的狀況也不如預期呢 這就是我們自己要接下來去觀察下去的 那第二點算是比較正向 就是認為長期的毛利率還是可以維持在53%以上 那第三點就是客戶端持續調整庫存 所以這個部分呢 有沒有可能delay 就是谷底的時間點在delay 本來說第一季變第二季 現在要變第三季 甚至要變第四季的可能性 那第四點算是利多了 就Cowars的產能還是緊俏 甚至有提到可能到明年年底前 都沒辦法補足相關的產能 所以像是供應鏈 3131的紅素啊 3583的星雲 或是6187的萬潤 可能會提供一些市場的想像空間 那第五點 短期受惠於iPhone的備貨週期 那第三奈米的製程還是有爬坡 所以帶動整個第三季的營收 還是有機會出現季度成長 可是呢下面有提到 YOY 6.5到11.5% QOQ啦 6.5到11.5% 可是YOY可能只剩下負 應該說YOY的衰退會-13.5到17.5%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 也就不太妙了 再來就是AI的部分 AI近年貢獻6% 預估每年的YOY 就是年復成長率會達到50% 就是說近年6% 明年就9% 那明年就是在後年 2025年會達到雙位數 雙位數的營收貢獻 但是呢他也提到 AI的營收貢獻 所以以相況來說 並不足以覆蓋 這消費性需求疲軟帶來的衰退 所以會導致說 今年整個下修的狀況 還是有出現這個下修的狀況 那下一季度的掌控第三季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好 這邊來說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市場大事 本週就是明天一天 那今天晚上會公佈 那個初領事業救濟金 跟連續清領事業救濟金金數據 那下禮拜呢就有重要的來片F1C了 那我們下禮拜再來跟大家去做相關的利率的狀況的分享 好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還沒加入海豚LINE生活圈呢 請趕快加入 那想成為海豚學員的呢 記得找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海豚的週報索碼 最近都持續在更新一些新的標的給大家 那當然就是 當然說短線操作困難度是比較高啦 但是基本面好的股票 我們還是要先放在口袋裡面 才會知道什麼時候要上場 什麼時候要進場 好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做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